搜救人員沒到大火 由民眾沿路水會好大人家去找 雖然家水沒算管 但卻是非常出牢 現在要怎麼找 這次就分鑽為攔截了 所有人在面前要洗水怎麼都要找 待有八點前一段時間 搜救人員傳來消息 人已經找到了 其實趕往那邊協助 因為他現在可能 大體的部分可能要隨著水流 下來到草原復部那個方向 小鳳對一盒所有參與搜救人員 前往附近地點接應 搜救人員小心降到路水的民眾 往下遊走 人後遊接應人員 將人放在地下 更起來換邊 只是這位路水的民眾 已經沒有死命很傷 橋這邊下來之後 就一路往下尋找 在西邊慢慢尋找 所有石縫全部都找過 之後看到卡在石縫上 我們就把它拉上來這樣子 然後就有水飄這樣把它飄下來 再把它救上來這樣子 距離出事的地點大概多遠 距離出事大概500公尺左右 500公尺 對 發現的時候它 那個跡象怎麼樣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稍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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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為它進行CPR去救 希望可以有技術出現 這間意外是發生在 嚴重到12點半左右 這位民眾 騎到機車 由無所謂保利 方向興趣 經過交代 民主倒時 卻不知道什麼原因 自己去撞路邊的荷蘭 人也因此 搬到沈台 10公車的壞車 民眾發現 趕緊向警方報案 蕭鳳對動員 競修跟技銷售 救隊數十人 前往救人 騎到不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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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扭車 是不然的龐多 連住你了 使者在基里 以外現場 台幼500公尺的KB被吹到 他的心想 是穿到幾頭的自行車獲獎 加上所騎的機車 是由另外一名 流行民眾在佛利祖來 警方懷疑男主 可能是參加 驚旗班自行車 挑戰無人的民眾 這間離機以外 發生原因 警方募前押在親戚 調查當中 即將王朝聖蔡方報道